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Fair 我相信對上一次拍Vulsion Evolution 應該大概是兩年前左右 而相信當時大家都是看一個聲音導航版本 那這次你就見到我,握著那個波 那為什麼去到兩年後的今天 依然跟大家講的是Vulsion Evolution 我覺得問題就是什麼呢? Vulsion Evolution是一種情懷 Vulsion Evolution也帶給我們一個 跨越了十幾年的領域裡面 手感方面,叫做全面性方面 都還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的級數 那邊走著 那所以呢,去到今時今日 我都還是會入手Vulsion Evolution 那當然啦,其實 為什麼我自己喜歡Vulsion Evolution呢? 是因為他對似我可能在中學時候 打那些 叫做Sport或NBA 那類型的球的手感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在那時候打了球 但其實在我年代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 這球都是這樣的 即是叫做 磨到最後沒有皮 剩下的那種感面 是極多朋友都會是這樣的 如果有打到那種面的朋友 你就會覺得Vulsion Evolution 會回到過去的層次 它是一個最接近古董籃球的質感 那當然不會是完全相似 那但是呢 你會覺得這個情懷在這裏 這個球雖然都是新的 那當然是比較很多不同我新試的球之後 其實呢 如果你找到我自己最喜歡的球 可能都會是他的 忠然有Nike的Elite Championship 2.0 有Adidas的Pro Basketball 再有另外可能Decano的BT-98 再加上Vilson NBA Replica 即是那幾個類型出來的球 其實你問我的效果 是不是差 我不會告訴你它是差的 它們各有自己的特色 各有自己的所長 但是 整體來說是沒有了Vilson Evolution 這種質感的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你會看到 Vilson Evolution 其實整體來說 它的皮面粒粒 是比較幼細小小小的 還有呢 它現在 其實那些Vilson Evolution 我買回來的時候 是沒有立面的了 所以 其實它一去到球場 就接陣可以直接打的了 這種幼細的紋 其實對比它的Vilson NBA Replica 是好很多的 而如果純粹說 這個對WTV7100的質感 可能是差十萬八千里那麼遠的 Vilson WTV7100 它本身的欄面都是好粗 而那顆粒也是比較粗 當然它也是 claim是一個 Indoor波 但實際來說 兩個Indoor波 即是叫做皮面手感 Vilson Evolution 就算是 最少好兩三班波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在波彈來說 我不相信 兩者之間有這麼大的差異 當然 Vilson Evolution 我都會期望問題 都會持續在這裏 不過 今次 我現在這個波 都回來好一段日子 沒有再泵過氣 其實現在都沒有流過氣 所以在沒什麼打的情況下 好像今次的波彈 是保持得好一些 其實 就算其他幾個波 都等了在這裏 好像都沒有什麼流氣 現在的現金的波彈 可能是 的確令大家放心些 波彈不是很流氣的話 那就純粹看皮面了 那皮面上來說 當然它這個皮面 我亦都可以提供 對各位剛剛說 是比較優勢 你看到網絡的頻道 好像是淺了 新買的 新買的 我之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新買的 這個Vilson Evolution 雖然可能是歐洲版 是因為叫做EMEA 整體來說 它所有的頻道 是比我印象中的Vilson Evolution 是淺一點 純粹在一個 可能Drippel的真言 的角度 又不會很差 但是你看到 都還有一個吸手波 你見到我都是 即是叫做 隨意吸起 這個真的是很好的指標 其實你也知道 飛合又不是一個高的人 又不是一個大手的人 其實可以隨意這樣 輕鬆吸起本身的波 有回不需要吸手 才能夠到 這個都叫做 挺好握手的波 即是它叫做 HARMAN之間 的位置 那個握位 雖然我覺得是淺過 之前我印象中的Vilson Evolution 我記得我印象中的Vilson Evolution 沒有那麼淺過的頻道 如果不是那個頂位 不會間時的Drippel 那麼搞笑 但是這一次我買回來 這個Vilson Evolution 雖然皮面依舊 但是它的頻道 好像是稍微淺了一點 淺了一點 當然會對應 射球時的觸感 沒有那麼好 但是以我剛才的手握下去的感覺 走起來上來的感覺 我又覺得它的握位 應該也算是挺夠力 又不太差 純粹這一個很輕微的改動 保留原本的皮 再更加回到一個原始的時代 因為原始的時代 本身就是沒有那麼深的坑紋 所以這個波應該會更加回到一些更原汁原味的感覺 我會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地方 整體來說 今次在這個波 究竟我在這個Europe版的重量 有沒有特別大差異呢 正宗首秤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這裡 找不到網 首秤我又不覺得有重的輕 我猜都是大約維持在600g左右的重量 因為我跟其他幾個波都叫做勉強 秤了一下 感覺上又不像是一些特別輕的系列 其實在每一個環節 你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它重量可以維持一個正常的額外水平 它這次可能的channel比較小一點 但是握手位其實沒有嚴重受影響 所以在射波的情況下 應該都不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它最出色的就是 它現在保留一個比較幼細一點 沒有難免的皮面 所以打起來這個舒適度 應該是一個我自己最喜歡的質感 我不可以說大家都覺得一定好 但是我自己就最喜歡這一種質感 如果以這幾樣東西看來 我還是蠻推薦大家去買Wilson Efflution 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它的內用程度在室外牆可以挺矮的 室外牆我會覺得 Wilson Efflution 你不是很不矮的 但是就很dependent 你打到多髒 有些朋友打的場地是真的誇張的 真的髒到一個點的 我相信 但是我之前打的場地 雖然在室外牆來說 都叫做kind of 是一個clean court 即是它未知去到一個 叫dusty court 所以就要看你去到多麼瘋狂 我覺得就算去到花墟類型的那種場 都未至於會有重大損傷 當然你說去到 叫做喇沙 後面那些 牆當然是沒問題 一般來說你不要去到一些 叫做石屎地 還是保持一定油漆地 不要整個地都是沙塵滾滾 這樣這個球是叫做捱得住的 一去到一些叫做 有少少沙子地的感覺 的面 你就不要搞了 就是找自己在旁邊玩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 經過兩年後重溫 這個Vilson Inflation 希望大家今次可以 有更詳細的了解 今天就到這裡 好 如果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訂閱和訂閱和頻道 那我記得在這裡 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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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